既可以防风固杀,又可以吸收有害气体,净化空气 而且树木本身也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力 有些树甚至能存活上千年 今天小千就要跟大家聊聊这样一棵千年古树 它的结局却让很多人后悔不已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这棵树就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隧道大树 根据推算,这棵树已经存活了一千多年 并且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可能 但是就在今年一月初 一场声势浩大的暴风雨之后 这棵高达十公尺的大树彻底倒下 它的生命戛然而止 一棵历经千年的大树 遭受了那么多风霜旋雨都完好无损 为什么会倒在暴风雨之中呢 原因还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1880年时 当时这里需要修一条公路 工程是比较大的 但是施工队却没有进行实地靠杀 实施过程中才发现 非常巧合的这棵大树正好在路中央 千年古树还是非常珍贵的 它们也不能够连根拔起 但是工程已经进行到一半 不可能放弃的 于是就有人提议 在树的中间挖一个大洞 这样公路就可以再按原计划进行 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隧道大树 随着这条路的开头 隧道大树成了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 很多人都来和这棵树合影 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 大树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地基已经损坏了 虽然表面还是跟往常一样 但是树根才慢慢失去活力 生命力失去了一大半 很难再抵挡外界的自然灾害 最后一场暴风雨将这棵树连根拔起 大树完全失去了生命力 随着大树的倒下 很多人都在后悔当初的做法 为了一条路而失去了如此珍贵的千年古树 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了本期的三千开世界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别忘了